大家好,欢迎来到普通话版的查稿圣经 它是每周一次用圣经的答案来回答圣经问题的播客 我仍不会在这里发表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而只是教导圣经是说的 本周的这一集我们的主题是 做神的管家意味着什么 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中说到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管家是一个既在之上又在 又是在之下的职位 他们要照看好别人的财物 但是还要按照别人的意愿来执行 在圣经中 约瑟夫是一个极好的管家的板样 他无论是作为不提法的管家 还是作为法老的管家 你可以参考在创世纪39章4章6节 第41章3941节 46到49节当中的故事 圣经教导我们管家必须忠诚 不能寻求用别人的财产使我们自己自负 平常当我们提到管家这个词 我们想到的是照看某人的财富 就像彼得提醒我们 基督徒都是管家 我们在哪一些方面是管家呢 我们是神的恩典和真理的管家 我们不是创造者 不是的 那些是神和耶稣基督的 在西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中提到 我们也不是记录者 是使徒们记录下来的 我们是做这些的传导者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是真理 那么我们怎么能做神的恩典和真理的传导者呢 教会的成员 经常被称为圣经的支持者 或者是圣经和百科全书 那是因为我们经常的研究它 每一天读经 而不能是心一天读一点 我们也不是仅仅是真理的支持者 我们也必须是真理的使愿者和推进者 有些人甚至被给的这个外号 圣经打击者 即使我们不能推进 能成为基督徒 我们也可以以这种态度与能交谈 今天 有些管家尚与雇佣别人 去做神教给他们的工作 一些教派的文书系统 以及 主耶稣教会的辅导的传导系统 就是这样的安排 地方聚会中 一些人也认为传导人 要做所有的传导工作 虽然说传导人有能力 去做所有的教课 步道的工作 但 这也不能替代每一个人 传福音的职责 我们都必须出去教导 其他人怎样才能得救 作为神的真理的管家 我们必须准确地掌握 神的话语 这个在提摩代后书 第二章第15节中也提到 我们不能使用世俗的方法 来做神的工作 像比如说用诱导 和高压 的技巧 人的逻辑 俗世社交的福音 欺骗和奋惩等等 我们应该 展示属灵的力量 这是圣灵 自己所说的 和所做的 我们就是直接简单地 传讲一个主 父和圣灵 传讲一个教会 一个救援的计划 和一个洗礼 一个希望 靠着普世里教导 圣经所说的 我们是真实的 忠诚的管家 带领人们服从基督 我们也是那些 物质财富的管家 我们得到了 一些物质上熟识的财富 我们有家庭 更重要的 我们被给予的个身体 让我们记住 我们的身体 并不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不可以滥用它 或者做 有罪的事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第十三到二十一集中提到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身体 来荣耀神 我们还是神的教会的 财产的管家 这些财产并不是我们的 而是主的 这些财产 我们也不能乱花 必须靠主的决定 因此 他必须愿在 主所授权的 可以做的事情上 比如说 传福音步道 和有限的帮助 需要的基督徒们 这些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六章一节 哥林多后书 十九章第一节都提到 我们不能把主的钱 愿在社交 联谊晚会聚餐等等 想象一下 但约瑟夫把法老的钱乱花 那会发生什么呢 同时 我们也不能 积聚这些钱 最少 主要求我们去做什么 最后呢 基督徒都是管家 在我们管家的职份上 要受审判 神要审判你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到 怎样才能得到救恩 圣经中 只有一位能救我们 你有没有顺从神 做圣经中所说的事 如果你做到了 为了能得到去天国的许可 继续做下去 如果还没有 多人多的 兄弟们非常容易帮助你 按照圣经所教导的那样 成为基督徒 和你一起 学习圣经 在一切变得太晚之前 使你能够听到神的话语 尽管相信他 服从他 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 你可以发一个 预约一个个人的 学习时间 请发 email到 torontoeasternchurchofchrist atgmail.com 学习的时间 在你方便的任何时候 学习的内容仅仅是圣经 我代表多人多敦布基督教会 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你想获得 免费的在线圣经学习采料 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easternchurch.org 在这个网站 你可以找到更多的播客 以及我们周三圣经学习 周日做礼拜的 即使网络直播的链接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本集的播客 或其他的问题 你可以留下评论 或者发 email给我们 请加入我们 圣经学习和事分 如主愿意 我们在下一集将继续讨论 神的道的主他 其他的主题 再见 希望你今天能过得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